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他说 禅陀听了这样之后 见法 得法 知法 奇法 超越无语 不由于他 于大师教法 得无所谓 这个于大师教法 得无所谓 主要就是 对于这个正法 正见 那么他确认了 他确认了 所以他非常肯定 肯定的说 那么这个 这样不是佛法 这样是藏道的 这样是可以解脱的 这样是解除苦的方法 他非常的肯定 这是净苦之道 这是解脱的道 这是道 然后必须要怎么样 才能证这个道 然后他已经证到这个道 他非常的清楚 那一般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不清不楚 那不清不楚 我们也没有希望把它弄清楚 然后就这样 反正就是 我们总觉得 我就这样学 这样学 有一天它自然会清楚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 就是说反正 反正就是 因缘还没到 我解脱的因缘还没到 我清楚的时机还不到 所以我就这样学 有一天它自然就清楚了 我告诉你 不清不楚 不会自然清楚的 真的 它不会时间到自然清楚的 它不是像雾来 太阳出来就不见了 没有 你没有智慧 你心中没有去如理思维 没有去 没有去 确见这种东西 它没有办法 时间到了自己清楚的 不会的 有些人会认为 那么诵经千变 奇异自现 我不管 我不管它的道理 我只要一直诵 诵久了 它自然 道理都会自己浮现出来 我告诉你 不会 没有 不会 你没有如理思维 这一块 没有就是没有 你送了一万遍也没有 这个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一定要对于这个佛法 而且所有的佛法都在心里面转 它是在说明现象 生起的原因 以及消失的原因 所有的现象里面最主要的是 生命的现象 生命的现象里面最需要解决的是 苦的现象 其实是这样 那你这个原因没有弄清楚 不管是生命现象 不管是生命中的苦 不管是造成苦的业 那么因为因此造业的烦恼 它都是一种现象 它都是一种现象 全部都是持有故彼有 那么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看得到的 个人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国家的问题 世界的问题 那么全部都不离开 此故彼 那你必须先了解 此有故彼有 这个此是什么 这个彼是什么 那为什么有 那么进一步 你确认了你才有办法 此无故彼无 知道病因在哪里 才能对症下药 药在哪里 那么这一种你确认了之后 就算不中 亦不远 就是说 虽然不能完全百分之百正确 但是也不会相差很远 这个叫虽不中亦不远 就是说 你照这个理路去思考 那么你走 时间到了 慢慢慢慢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如果你都不思考 你都不思考 它不会自己越来越清楚 不会的 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你的智慧就增加 没有 没有的 它一定要经过 智慧一定要经过 闻思修 闻而不思 思而不修 思而不修就是 你觉得这样有道理 但是实际上 问题来的时候 你并没有这样做 那一样啊 因为每做一次 它就增加一次的精力 就确认一次 那你闻而不思 你都只是闻 听啊 诵经啊 只是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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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思考它的道理 也不思考 为什么这样有效 这样没有效 有效在哪里 没效在哪里 那么你思考了之后 觉得确认了这样 是有效的 实际上问题发生了 你又不照这样做 你实际上没有闻思修 没有闻思修 就不可能有证 叫做闻思修证嘛 它是这样一个赤地 你不可能闻了千变自然 有诗 诗了千变自然 有修 然后修了千变自然 能证 不是的 不是的 他必须闻而起 诗 诗而依这个教 然后去修 修 然后渐渐渐渐渐进入 慢慢慢慢就取证 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 一般人读书是一回事 修行是一回事 读书跟修行是两回事 不是的 读书是为了修行的 修行必须要读书的 就是那个理 就是我们读经 我们讲读经 经书 一般人读经 当下就是修行 不是的 读经是为了修行 读经也是一种修行 文是一种修行 但是单单读经 不就是修行 但是读经是修行的开始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实践 就是你把你听来的 经过思维的 你确认的东西 就在你的生命里面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这个是 就是说你就是依着这个理 你的生命里面流动的血液 就是缘起的道理 你所呼吸的 就是无常无我的空气的气息 基本上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 就是说你的生命的呼吸 你流动的血液 都是无常无我 你每一讲到一件事 看到好跟不好 你自然而然的会连接到 无常跟无我 每发生一件事情 每看到一个现象 你自然而然的会思维 它的如是因如是果 缘起的因果 不管是个人的 家庭的 社会的 国家的 世界的 动乱不安 乃至于太平繁荣 你都会看到 背后的那个缘起的理责 去思维它缘起的理责 你只有这样做了 我告诉你 你的佛法 或是你所体会的东西 才会越来越深刻 要不然 我告诉你 真的是学是一回事 那么修是一回事 这两条是平行线 永远都不在一起 知道吗 这样是没办法的 可是我发现 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种情况 因为我以前 也都是这种情况 老实讲 老实讲也没有人告诉我 我们也不知道啊 大家都这样 就以为就是这样 大家都这样 就以为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也想不出 那还有什么样 就是这样啊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 你学会思考之后 你就发现 好像不是这样 然后渐渐就是 根本不是这样 就开始缺恋了 真的 就会觉得根本就不是这样 就是后来你就觉得 我不愿意再这样 那这个你必须要自己 就是一步一步要往前 一步一步要往前 好 那再往底下看 那所以他说 这个 以正法德无所谓 那 恭敬合掌 白尊者阿难言 正应如是 就是应该要这样 如是就是这样 那 如是智慧犯行 善知识教授 交界说法 我们说这个阿难也是厉害 他 他教这个蝉陀有次第 有方法 那 有悲心 所以 那一般的人 叫他蝉陀 他只是跟他讲 你不可以 你 因为他 他让人家讨厌 蝉陀是一个让人家讨厌的人 太自以为是 自认为他跟佛的渊源很深 他带佛出家的 他骑着马 那么 带佛出家的 那么他觉得 佛是他家的人 他跟佛的渊源深 所以他看 他不理这些人 不理其他人 你管你怎么大长者 他出家也很早了 他不理这些人 那 你要处罚也处罚不到他 他根本就不管你 那你对他没有强制力 戒律对他没有强制力 他如果不管你 你能够赖他 所以后来 残土很让人家讨厌 也因为这样 所以 他也因为这种傲慢心 所以一直是证道 一直是证道 那阿难也深知 第一个知道 他这种心 先去除他这种心 那么他自己也稍微去 因为他到了 到了后来 那么大家都慢慢 一个一个怒虐把握 那只有他 还在烦恼生死 所以他自己也很着急 那开始有点谦卑 但是阿难也看出他的问题 然后也知道 他失守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他比较落路 假设没有我 那谁来证捂我 会有这种问题存在 然后先赞叹他 先赞叹他 你了不起 然后再跟他讲 其实你是可以解脱的 你这种根基是可以解脱的 他心里面就开始觉得可以了 然后他这样就开始专注 听阿难在讲什么 重点 然后他因为他过去的思维 在现在他专注 专精思维 如理思维 说说思维 那么他就正路 他就把之前那个仪截掉 确见正法 与正法得无所谓 这样就是这样 决定是这样 没有任何的怀疑 所以就好像说 这个是蝴蝶兰 我非常的确认 你就叫我讲一千遍 我也说这个是蝴蝶兰 类似像这样 那么就是说 当你很确认的时候 那么这样就是这样 叫你去买蝴蝶兰 你绝对是买这种的 你不会买其他的 蝴蝶兰什么兰 不会 因为你确定这个就是 那个就是无所谓 对于你所知道的道理 非常的确认 那这种确认 绝对不是突然而来的 就是你要慢慢 一点一点做确认 在你的生活上 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 你要对缘起 无常无我 不断地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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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确认的过程 必须要不断地思维 不断地思维 去想一想 想清楚 想明白 那么 渐渐渐渐 你会发现到 你开始看世间不太一样 哪一件事情 你看的是背后的缘起 还有看到根本的无常无我 所以这会有什么现象呢 你只要能够看到背后的缘起 就算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大概也差不了多少 我们说虽不重亦不远 第一个 你的疑惑 会渐渐减少 你在做抉择的时候 会比较快 比较有力 那你看到根本的无常无我 你的执着会减少 虽然会执着 但是万一没有了 或怎么样 你也不会很挂爱 因为它就是无常 根本就是无常无我的 有也是无常无我 没有也是无常无我 这样好也是缘起的 不好也是缘起的 所以你知道现在是这样 你通常都会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样 因为有因有缘世间 其有因缘世间灭亡 你要让它持续 你就知道用什么缘缘它可以持续 你要让它消失 你知道这个不是短时间可以消失 或是这个马上可以消失 因为从缘起看是这样的 就好像你看到大火 你就知道一桶水灭不了 你看到小火 你就知道拿一个灭火器来就灭火 这只我拿一个毛巾盖着就灭火 你会知道 所以你不会慌 对于这个世间发生的什么事 你不会慌 不会怕 因为你没有疑惑 所以孔子也讲 自责不惑 还有就是因为你看到 因为你习惯做连结 就是说你呼吸的气息 你流动的血液 都不离开缘起 四地 都不离开无常无我 那你如果能够常常这样 就是看到一个现象 或是发生种种的事 你从缘起的面去思维 然后归结到无常无我 常常这样 我告诉你 就算这一生没有解脱 你肯定种下解脱的因缘 真的 那如果要行菩萨道 那肯定会有无神法人的因缘 不用担心 因为有因有缘世间几 有因有缘正无神法人 还不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不会疑惑 就算因为 就算我们不晓得 我们这一生会不会正无神法人 会不会得解脱 但是有因有缘世间几 有没有就看我以后怎么努力 是不是 有没有不是决定的 是不是 所以你担心没有吗 不会 你赶快要有吗 也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它是持有故彼有的 急急不来 对不对 你这种东西是很 你知道了 你就 你的心会很安定 因为没有疑惑 并不是你完全见法的 但是 你看到那个轮廓了 你看到那个轮廓 就好像 远远的看到那个人 听到那个声音 你没有见到那个人 但知道 这个就是我妈妈 这个是我爸爸 你安心了 一样有这种道理 你对那个法 你安住在那个法上 这个就安住在那个法上 虽然你没有说 真正测见缘起 测见世地 但是 你知道这个理 那发生的 这事件 你上课不是只有在书本上 真的 不是在阿安经里面 每一个现象都在讲缘起 不是吗 每一种现象 都在讲无常无我 不是吗 问题是 你有没有连结上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 只有他写无常 才叫做无常 写无我 才叫做无我 写缘起 缘起一定是 无名缘形 行缘事 不一定啊 那是说我们这个生命 生死 那世间的很多现象 都是缘起的 所以你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 有一些东西 当然不是我们做得了主的 因为世间人 都跟我们看法一样 他要信基督教 他要信回教 他要信妈祖 我们改变不了他 那也无妨啊 因为他的因缘就是这样 他也是缘起的啊 那缘起 有因有缘事间 他今天之所以会信道教 信回教 信妈祖 也有他的因缘 但是有因有缘事间灭啊 那我可以给他另外的因缘啊 想办法转变他 对不对 那这一生转不了 那这一生就作为得度的因缘就可以了嘛 转变的因缘就可以了嘛 也不一定要这一生看到转变啊 因为缘起的道理是这样子的啊 是不是 所以你在处理任何事情上 你不会慌 不会急 不会疑惑 那有 就算有 也会渐渐渐渐渐 越来越清楚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多数的人都没有看到这一块 就是你学习的佛法 不是你生活中的佛法 不是你生命中的佛法 缘起不是生命中的缘起 不是生活中的缘起 不是 无产无我 不是你生命中的无产无我 不是你生活中的无产无我 不是 那这样就两边了 平行线 永远过不到一起 这边再怎么无产无我 归结不到生命的无产无我 这边再怎么缘起 如来藏缘起 阿拉也缘起 夜感缘起 什么法界缘起 归结不到 归结不到四地缘起这边来 生命的 你的苦没办法解决 论文写了好几本 但是 现前小小的烦恼 没有办法解决 没有办法控制 这种就是 我们的疑惑 会越来越增加 随着你年岁增长 你的心越来越没力量 随着你学习佛法越来越久 你开始那种固定的印象 固定的认知 固定的邪见 越来越浓 转不回来 但是现在我们之所以愿意花很多时间 比如说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里学阿罕经 只是要也是要解决我们生命中的问题 见缘起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你不用到处去找佛 你只要好好体认 缘起的道理就好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难懂 有很多难是因为我们夹杂了太多 原本错误的东西在里面 要去除这个不太容易 因为你一开始是这么认定的 那久而久之你都这么认定 所以你要先说服自己 是不是这样 就是你要做很多确认 那这种确认就是不断闻思 不断闻思 应该说闻思修 不断闻思修 经历过来 然后渐渐渐渐 就一层一层面纱结掉 一层一层的错误少掉 那么假设每一个人都是黄金铺地 上面又有灰尘 又有树叶 又有很多布 一层一层拿掉 慢慢慢慢就看到黄金铺地 我们的心地都是清净的 就是说你原来的 当然没有所谓原来就是空性 但是从这个方便说 就是说你透过闻思修 就拿这个扫把不断闪 不断闪不断闪 总会露出那个光明 就是智慧越来越清楚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如是智慧犯恨 善知识教授说法 阿难是厉害 阿难 阿难 并从尊者阿难守 文如是法 于一切行皆空 一切行其实就是 一切有违法 一切现象 诸行无常 这里讲诸空 皆惜疾 不可得 爱尽离欲 灭尽涅槃 这都是涅槃的形容词 心热正住解脱 不复转还 不复见我 违见正法 就是违见正法 不复见我 因为他必须要 不断的不断在 佛法上 我们说佛法上做确认 一再的确认 见见 你就能够见 见就是你确认 再没有怀疑 使阿难与禅头也 如今得大善利 那么这阿难 这禅头是正出国 这得大善利 在于圣身佛法中 得圣慧眼 这里讲到慧眼 有时候讲慧眼 有时候讲法眼 你看 前面讲得法眼镜 这里又讲得圣慧眼 阿含经里面 慧眼跟法眼是一样的 慧眼跟法眼是一样的 大圣里面 慧眼跟法眼不一样 慧眼是指阿罗汉的智慧 身文的智慧 二圣的智慧 见一切法无我 见一切法空 就是这里讲的 一切行皆空 皆昔即不可得 这样的智慧 叫做慧眼 法眼是知道 度众生 怎么度众生 知道种种的佛法 种种度众生的方法 知道种种圣身的根基 这个叫做法眼 这个是菩萨才有的 但是在阿含经里面 慧眼就是法眼 法眼就是慧眼 好 那么十二正式 辗转随喜 从做而起 各环本处 这二正式就是阿难跟禅陀 好 那么这里讲到 讲到这个禅陀 阿难怎么教化这个禅陀 引这个佛陀 摩家瞻眼的 那么有因有缘 世间起 有因有缘世间灭 如实正观世间起者 不生世间无见 如实正观世间灭者 不生世间有见 这个是佛法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记 但是我们这样念 这样念也变成 好像是佛法知识 其实不是 它是在告诉你 所有的现象 这些现象 它是各种条件组合而有的 那么你要去分析 看到这个现象背后的 那个理则 那个理则叫做元启法则 那你要习惯这样去看 看久了 慢慢就知道 所有的事 你就知道 一切都是缘起的 然后从缘起里面 你就知道 一切都是无自信的 那就从一切无自信里面 你就知道 一切都是无常的 有因有缘世间 即有缘世间灭 那从无常里面 你又渐渐透到 一切都是无我的 其实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 其实就算现在还没解脱 我们也不怕不会解脱了 真的 但是就是说 我们说 你不能只是 不能只是听是这样听 认为是这样认为 但是实际上 那还是 就是文而不思 思而不修 文思而不修 那就没办法 那就是 因为你做的它是业 而且做是有你的意跟口 除非你是不得已的 要不然大部分都是 身口欲造作 私以业 就是透过你认为应该这么做 或是你怎么觉得这么做也无妨 那么渐渐渐渐一次一次一次 每一次的业加上去加上去 不断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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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偶尔像我们一个礼拜上一次课 一次课顶多一个半小时 两节再三个小时 那这一个礼拜里面有多少小时 比如说一天有24小时 做梦把它扣掉好了 就有16个小时 你有在思考范围里面 扣掉八个小时 你有16个小时 是在做思考的 一天有16个小时 一个礼拜 就有几个小时 102个小时 112个小时 就112个小时 112个小时 比如说 你每个礼拜来上课好了 一个礼拜给你很用功 这三天都在做圆起无法的思维 你才三个小时 112个小时 扣掉三个小时 你有109个小时 都是画那个 涂那个颜色的 只有三个小时不涂颜色 你说它能够产生什么作用 当然如果你这个力量强也可以 一个小时就可以扣掉 就是你的智慧很高 积了万年的心 一把火就可以烧掉 那它是连锁反应 但是如果一般人 力量就是那个无名太多 就是邪见太重 而且那个邪业太深 外道远太深 那有时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起不了什么作用 所以必须要常常这样反复地告诉自己 最多好就是说 你在每个现象里面 你都去思维 思维的范围都不离开元气 那么归结到重点都不离开无常无我 就是这样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 看一下 四十六经 九十七月 好 他说 有一天 佛在 居流果的居流沙 杂色牧牛聚落 那居流果也是一般讲 印度有十六大果 佛陀时代 印度有十六大果 其中的一果 我们比较知道的是几个大果 杂色牧牛聚落 那么有一些 这也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杂色牧牛 也有很多翻译法 有时候叫做调牛 有时候叫做调福伯牛 调福杂色 很多了 那他这里讲到 他说在这个地方 聚落就是村落了 我看一下后面 三百五十七经 好 不用 那么 如果这个居流果 照现在来看 叫聚儒果 大概现在的德里 聚儒 聚儒果 好像玄壮的那个 写聚儒果的样子 聚儒 聚儒这个地方 我们看那个印度地图就有了 大概在现在的德里 德里跟新德里不一样 现在的德里 好 那这个比较少看到 但是阿兰经里很多地方 就是佛奖经是在这个地方的 那我们比较少看到 我们看到的都是 齐远金社 那个 这个 王者城 这些地方 这时候告诸比丘 佛跟比丘讲 我以知见故 得诸漏尽 就是 正知正见 知 如是知如是见 非不知见 云和 以知见故 得诸漏尽 所以他解脱 他得正觉 他是为什么可以成佛的 为什么可以断尽烦恼的 那 云和 以知见故 得诸漏尽 非不知见 这个是佛第一个 先讲 我是以 以知见 的缘故 如是知如是见的缘故 那么 就是如是知如是见 一般讲如是知如是见 知其如是 就是 看到事实的真相 实相 可是看到现象背后的那个实相 那其实就是无常相 无我相 缘起相 所以我们才说要常常 看现象 你要看到 他的缘起相 你养成习惯 这个就是 以知见故 那么 因为你就不起烦恼 不起疑惑 不起烦恼 那么不会因为烦恼 造作恶业 那这个是其实要培养的 要常常培养 以知见故 得诸漏尽 有慧 非不知见 非不知不见 那我们通常都没有 从这个地方下手 我说不清不楚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通常都是 不管我们念佛 我们诵经 我们拜佛 我们做什么活动 通常都跟知见没关系 你不会去想 不会去想 为什么要这样做 做些什么 如实之如实验 这样做的 非有因缘是什么 你不会去想这种东西 云何以知见故 得 得 诸肉 尽非不知见 那么这里就讲到 此色 此色即 因为 所有的知见 一定是知见 这个生命的无产无我 一定是知道 这个生命现象的无产 不离开观无我 不离开观无我 佛法是从有我到无我 修行是从有我到无我 那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关照这个五蕴身心 那有一些是从五蕴身心之外的现象 因为我们的身心的反应 是来自于境界 来自于种种的境界 所以有一些还要再观 这个境界的无产无我 那么 这样你就不会 不会身心有那么大的反应 好 那如果单单只讲身心的 那么就是讲五蕴 如果再讲到境界的 那个就是讲六处 那么再把这个心的认知 再考虑进去的 就变成十八戒 五蕴十二处十八戒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 那么他说 知什么 见什么呢 此色 就是知色 见色 知见如是知 我们叫做如实知如实见 如果真的要讲就是如实知如实见 那这里有 这个佛陀有举几个批语 你知道我们再来看 他说此色 此色己 此色灭 那一样跟元启一样 我们说苦 己 灭 色 就是这个色心 这个身体 己 它是怎么样因缘形成的 它要怎么样的因缘 而消除 那么这个色代表的就是苦 五蕴代表的就是苦 五蕴代表的就是苦 然后受想 行 事 一样 急跟灭 有因有缘 事间 急 有因有缘 事间 灭 所以缘起 事地 八正道 这个其实 这都在讲同一件事 见缘起就一定见事地 那不会说我见缘起不见事地 见事地不见缘起 不是 事地就是缘起 一个是重的说明 一个是狠的说明 就是这样而已 就好像你见无印有我 决定也见六处无我 你不会说我只见五蕴无我 不见六处无我 那不可能 五蕴就是六处 那所以这种东西是 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好 所以它这里讲 五蕴 急跟灭 有因有缘事间 急有因有缘事间灭 不修方便 随顺成就 就是假设你没有努力去实践 用种种的方便 去修学 这个缘起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只是听 只是想 那你不去 你不去照这样去做 那随顺成就 随顺的这个缘起 随顺这个事地 随顺这个法 而认知 而确认这个法 那么成就这个法 只是用心求 你没有去 知如此知如此见 你只是用心求 令我猪肉尽心得解脱 这个讲到我们现在的人 都是这样 你只是一心虔诚 尽量让自己 非常的庄严 然后把佛陀也布置得很庄严 把道场布置得很庄严 那么一心虔诚 祈求佛菩萨降临 又请佛 请圣 请圣的 那么所有的佛菩萨都到了 就是你的智慧不到 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所有的佛菩萨都请了 就是你的智慧没有来 没有办法 就没办法 不相应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千佛加持 也动不到你的烦恼 因为你的烦恼 只有你的智慧能破 但是我们大部分都这样 佛陀这样讲这个事 而用心求令我猪肉镜心得解脱 当之彼彼丘 终不能得肉镜解脱 你想想这件事 你以为天天念心经 就会有菩萨菩萨 没有 不是 不可能 你以为天天念 天天念这个金刚经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没有去思维 那也没有 当你在追悔的时候 你没有拿出来用 没关系 给他音乐放 改天可以选一条 比较柔和的音乐 所以他这里讲 因为第一个佛陀告诉你 我是以如实之如实见 就是我们讲如实之如实见 得解脱的 如实就是如其事实 那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一切法都是缘起的 一切法都是无常的 一切法都是无我的 我们叫三法一 如实之 如实见 而得解脱 非不知见 那假设你没有这样 去做确认 你只是祈求 让我得解脱 让我这样 以你的虔诚专注 就可以得解脱 那是不可能得解脱 终不能得解脱 得漏尽解脱 是不可能的 所以则和 不休息故 就是你没有真正拿来实践 就是说我们说要把它用在 现在有很多人常常讲 这佛法要用在生活上 其实有些人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佛法是什么 他的佛法用在生活上 就是说有些是比如说就是烦恼来了 大部分人比如说念佛法门的人 他所有的一切烦恼 所有的一切问题都用念佛来解决 那么这个其实也不是佛法说的 就是不管遇见好的不好的 当然你如果能够这样 那也是一心 它也可以得到一些作用 但是有因有缘事间起 你的痛苦并不是 当然念佛可以 念佛是有一些功效 但是念佛是念佛的什么 那么怎么念 念来做什么 那么这些你还是要清楚的 但是多数的人都只是 比如说有些人 像一般的人 就是发生问题 就用做法会来解决 那修念佛要往生的人 算什么事情都用念佛来解决 有些是用诵经来解决 反正都很多种 那其实他说 不修习什么呢 他讲 那说因为他不修习 他只是祈求 那么他可以得解脱 那这种人是不可能得解脱的 因为他不知不见 他不知不见是因为他不修习 不知不见就是我们说的 他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没有如实知如实见 那这个就有疑惑 那就是常常非因基因非果祭果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却认为是这样 事情不是应该这样做的 你却认为应该要这样做 事情不是这样解决的 你却认为要这样解决 事情不是这样形成的 你却认为它是这样形成的 反正就是这样 所以这种东西要先去掉 他说不修习什么 不修习念处正前如意足 根立决道 其实你如果就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但是你如果要全部修 那也很好 那四念处四正前 四如意足 五根五立七决之八正道 那么这些全部都是解脱的方法 四念处观什么 就观五蕴身心啊 观什么 观身 观受 观心 观法 那么法可以是一切 但主要还是身心 整个身心 五蕴是无我的 就观法无我 那你可以 它基本上有所谓的总观跟别观 这四念处其实算是蛮重要的 那它基本上的观法 那身念处不是只有观身不尽 不是的 身念处包含很多 那基本上它重点在培养觉知 那么观身不尽只是重点在对质欲贪 它重点还是在观身 无常无我 无常苦空无我 这个是重点 观身观心都是这样 那不尽是对质的 那就身体上 比如说像身念处里面 有一个观不尽 那有一个是观呼吸 有一个是观行住坐卧 你都能够觉察 我现在在刷牙 我现在刷好了 我在漱口 我现在起床 我现在下床 我右脚先踏上去 我现在就像这样 那这个也是身念处的一种 观行住坐卧 语莫动静 那么你都能够清清楚楚的正念 正知 这个也是身念处 观呼吸 呼吸出 呼吸路 呼吸长 呼吸短 呼吸出 呼吸细 你不去操控它 但是你清楚地觉知它 它其实是培养那个觉性 然后再进一步 单单这样还不行 这个只是培养你专注觉察的个性而已 但是你还没有如实直如实见 你只是知跟见 你要如实 如实什么是实 法界实相 什么叫做实相 无常相 无我相 缘起相 叫做实相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 要常常看到背后的缘起 你常常做这种习惯 归结到无常无我 那么你只要这样做 天天这样做 常常这样做 我告诉你 你看阿安经绝对是不同的感受 绝对不同 你看待每件发生事情 绝对不同 最后你看待自己 也会不同 真的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修学佛法 重点还是要有一些体验 那么渐渐渐渐 你会觉得 有一种开始有一种 法喜会涌现 那种不是参加法会来说 哇 好庄严 好殊胜 好感应 反正就是这样 三好 一般我听到的 不外乎就这样了 然后呢 然后就恢复正常 就该烦恼的该烦恼 该忧郁的该忧郁 该怎么样的还是怎么样 就这样 就是我看到的大多数是这样 他那种殊胜 好殊胜 殊胜留在道场 好庄严留在当时的那个现场 好感应 就留在那个感受 没有了 后来就没有了 那如果你要再殊胜了 再去参加一次 就是这样 这个是一般人的 一般人的 多数是这样 我看到的 但是有感到殊胜 庄严感应的 那个已经是算是 算是很虔诚 很用功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但是能够这样感觉 表示他很投入了 表示他是很投入的 他很用心的 这种是很用心的人才有 但是 我们不好意思的跟你讲 这种用心 也不是真正的用心 这种庄严是表面的 这种殊胜 是暂时的 这种感应是偶然的 然后想清楚真的 我们要的是那种 从地涌出 像泉水 却永远 远远不断地涌出来的那种 佛法 那个法洗是这样的 涌现的 因为它就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它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 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 拥有这样的境界 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 就好像阿难跟那个禅头讲 你是可以解脱的 你的发心是可以 你只要 你那个砖头 砖错地方 你砖到这边来 水就会涌现 你的砖柱 你的砖柱 没有用在对的地方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就 没有办法 好 那他现在在这里讲 我们刚才讲到四面处 这观身 那重点是在 观身 观受 观心 重点都在观法物 那观法无我 不离开五蕴无我 不离开五蕴无我 身受心 它不过就是 五蕴中的身 五蕴中的受 五蕴中的想行事 是身受心嘛 那法是总说的 一切法无我 身也无我 受也无我 想也无我 行也无我 事也无我 其实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四面处 那这个其实 你有分两个 一个就是 你在专注的时候 那么 做观的 一个就是 你平常的时候 观的 那么 你这个两个都要配合 你不能只有在 你不能只有在佛堂 在普团上观而已 不行 这样力量不够 你一天能够观多久 不行的 你要 普团上的观有力量 要拿到 就好像你在学校 学的 加减存储 要拿在日常生活中用的 你在学校 加减存储都会 到了日常生活 买鸡蛋 买鸭蛋 买番薯 你不会算 那你学这个做什么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们 佛教主多数是这样的 四面处在课本上可以 叫你讲 你也讲得出来 但是实际上 四面处怎么修 你不知道 四面处 那要怎么观 你也不知道 那所以这种 四面处 四正寝 四如一族 五根五粒 七绝 八正道 都一样 都一样 那最常说的 就是八正道 正见正思维 由正见正思维 引发正与正业正命 这个就是修了 由正见正思维 引发正与正业正命 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都带着正见跟正思维 但是我们的正见正思维 没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觉得应该要这样 但是实际上 我们不这样做 就好像说 你觉得 有一点像这样 比如说 你觉得麦当劳不营养 但是它好吃 又便宜 所以你还是天天去吃麦当劳 类似 类似像这样 但是你也知道它不营养 但是你不把不营养当一回事 现在好吃最重要 便宜最重要 所以 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的佛法 也有类似像这样 这个就比较麻烦 也因为这样导致于 北传的佛教徒 长期在 长期在这种观念中 所以 一直以来 现在好一点 老实讲 所以一直以来 不太长进 就是这样 所以我常常讲 我有时候讲 中国佛教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不长眼 一个就是不长进 不长眼就是 没有智慧 没有正见 不长进就是 大家既然知道 这个是问题 它也没有人想要突破 也没有人想要改变 没有 就还好 除了一个音顺导师 就是 反正就是 因缘是这样 也不是我的问题 我也没办法 大家都这样 反正类似像这样 所以慢慢慢慢就形成 反正又不是只有我烂 对不对 大家一起烂的 又不是只有我错 当大家都错的时候 你的错就不叫做错了 你知道吗 就会变成这样 当大家都错的时候 你的错就不叫做错 所以 这个有时候也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其实佛法不是谁的责任 是世众弟子的责任 今天正法如果没有延续下来 你要不你今生要得解脱 今生没有解脱 你来世闻不到正法 你要怪谁 你来生没有接触到正法 你要怪谁 你今生没有弘扬正法 没有延续正法 那因缘生的人没有正法也可以解脱 像出国恶国这种 但是因缘不生 善缘不具足的人 我告诉你 就懒了 就懒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再这样 奴隶思维正法 没有办法 所以不管如何 我们都要努力的弘扬正法 但是首先要确认什么是正法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讲 就是你没有去修学 这个三十七道品 譬如伏鸡 伏鸡就是 孵蛋的母鸡叫做伏鸡 伏就是孵 孵蛋的母鸡 一般都是母鸡在孵蛋 公鸡不太会孵蛋 那么生子重多 就是母鸡生了很多蛋 这个子是蛋 就生了很多蛋 那么假设它不能随时应暖 应暖就是孵蛋 孵在上面 保持这个蛋的温度 因为暖身的动物 其实要有两种 一种是要靠母亲孵的 它才能够成熟 一种是不用的 比如说有一些像鱼 生了蛋就放在那边 那有一些是像乌龟 它也不孵蛋 它就让那个太阳 杀那么取热 那有一些是不用孵 比如说鱼暖 这在水里面 它自然自然就长成熟 那有一些昆虫也不用孵蛋 但是就是说不一定了 但是鸡是要孵的 哺乳动物基本上都要孵蛋比较多 像蛇也是要 蛇要不要孵蛋 好像也要 鸟 鸟蛋也是要 那么这一些它必须要 太冷了也不行 太热了也不行 也不能太热 它保持适当的温度 那孵完蛋还要翻 还要翻蛋 它不能一直孵上面那一个 那下面那个没有 它要翻蛋 那这些母鸡会知道 母鸡自己知道 所以你会看到它会孵 它会吃长 孵完了 然后有哪些蛋没有孵到 其实它不能熟 所以它要常常照顾这个蛋 消息能暖 就是要保持 保持这个蛋的适当温度 而且要让它全面受温 而欲令子以嘴以爪 啄鸟自身 安稳出雀 就出壳了 当之彼子无有致力 堪忍方便以嘴以爪 安稳出雀 就是说假设 假设我们 我们这个解脱是一个蛋来讲 那你缘起是一个蛋来讲 你没有时时去理解照顾它 你不断地闻思修 闻思修就好像 你时常给它温度 成熟嘛 所以叫成熟善根嘛 你这种善根 你这种解脱的善根 你没有时常闻思修去成熟它 它是不会自己时间到就成熟的 不会的 所以它说母鸡在复旦也是这样 要时时照顾 那照顾其实不外乎照顾你的心 在缘起上 在无常无法上 这不再会是这样 那你怎么要让自己的心 你天天在那边念 无明原形 行原事 事业明社吗 不是 天天念三法印吗 诸行无常诸法 我念盘基进 念一千遍 念一万遍吗 不是 就算你念 那也只是文而已 所以你要去观察 就是我们叫做如实知如实见 那如实知如实见 应该脱贵什么 如理思维 一定是这样子的 就回到 回到这个天文正法如理思维 然后法随法写文师修 又回到为师修 其实就是这样 那如果没有 你没有去孵蛋 你孵蛋的时候 母鸡孵孵蛋的时候 没有照顾这个蛋的温度 没有好好的去感受 这个蛋冷的热的 有没有全面受温 那只是心里面祈求 赶快孵出来 或是祈求这个蛋里面的那些小鸡 自己可以 自己可以成熟 然后出口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 我们内心中 都有一个解脱的善根 这种善根就好像一颗蛋 因为你听闻佛法之后 你就像生了一颗蛋 就像母鸡生了一颗蛋 那么这颗蛋 你有无常无我的观念 你有缘起的观念 你有解脱的意愿 你如果没有食指去照顾它 没有让它渐渐成熟 成熟就是我们说的文师修 就是修识念祝识正经 那是八正道这些 不离开身口一文师修 你如果没有去照顾它 特别是心跟这个法相验 那么它不可能时间到自己解脱 那是不可能的 也不可能自己 就莫名其妙 打破一个碗就开悟了 不可能 所以这里也是讲了这个道理 它说 彼此无有之力 所以他说 用这个来比喻 用这个来比喻 就是没办法成熟 那我们的善根之所以不成熟 解脱善根之所以不成熟 是因为我们没有随时 日常生活里面没有随时 观察缘起观察物 所以如是比丘 不勤修习 随顺成就 不管比丘比丘 你撒咪撒咪你 四叉摩那里 还是悠泼色 悠泼仪 都一样 都一样 随顺成就 而欲令得 若静解脱 无有四处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